谢谢 谢谢余文文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文文 文文的每一首歌都会表现自己的态度 今天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什么 今天这首歌叫做要不要 其实想说的是在面对质疑的时候 要坚持做自己 坚持自己的立场 是 有时候面对质疑的时候 你也会怀疑自己 但是这首歌给了你力量 给了你信心 对不对 先有了信心的力量 然后写的这首歌 是 好 所以每个人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都是获取 再一次获取信心的同时 也要给自己传递出正向的能量 谢谢余文文给我们大家这首歌 接下来呢 余文文也要送出自己的礼物 对不对 今天的礼物是 今天的礼物是一个礼盒 然后里面呢有一些 我平时自己也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比较常用的东西 举个例子好不好 让我们心动一下 有一些什么小包包啊 还有包啊 你送包啊 你也太客气了吧你 然后什么护肤品啊 就大家真的会用到的 你送的好实在 女生好喜欢啊 还有什么就是保健品啊 还有保健 文文原来你送东西这么实在的啊 就会用到的吧 会用到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 怪不得大家这么喜欢你 你看从送礼物这个可以逐渐人品啊 送的东西一定要送到你的新卡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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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文文 谢谢你的礼物 好 当然我们送礼物呢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啊 请下载我们的Z世界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福利环节的规则 那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评论区 一起来刷于文文三个字 来 各位赶紧刷起来 文文呢一会儿会进行现场的321倒计时 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会进行截评 中奖的用户呢就可以获得我们文文送出的 非常实用的大礼包 一共有几份呢 五份吧 五份 五位观众朋友 好的 各位刷起来 于文文 来 文文 准备321倒计时 好的 321 好的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的五份于文文提供的大礼包 直播结束以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评论区公布 我们今天晚上的中奖的名单 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电话联系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Z世界 关注我们的音乐部落 今天晚上的福利多多 也赶紧喊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来下载我们的Z世界 关注我们的标歌会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活力四射的Guy